哈喽 可怜的小宝妹回来了 姐姐 你哪里可怜了 还不是表姐那个小气鬼 却因为偷偷喝了她的冰可乐 居然趁我睡着的时候 扔到这岩浆裤炮了 不就是裤炮吗 这有什么好怕的 不说了 现在去出发 勾勾勾 这种裤炮一看就是小儿客 上楼梯这么简单的事情 跳木板 每跳一个格子 就会突然跳出另外一个格子 只要眼睛手快 没有我小宝妹做不到的 弹房转 左洋摇晃 金简单单 等等 这怎么就断路了 观察一下四周 这上面怎么会和机械臂 不对 原来这边的柱子才是出路啊 注意方块之间的距离 一切合成 又是按钮加机械臂 先按一下按钮 往后退一小步 我跳 哎 烫死我了 我不服气 再来 冲呀 嗯 又失败了 又又又失败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都要给烫成小鱼干了 此路不偷闹就另闭其境 二端跳上这木板 这就简单多了 前面这座看得我头皮犯马 听听刚弄的新造型 差点就没了 姐姐 那还不是因为你矮 这才不是呢 我认真起来 林彪姐都要半岁三尺 这边只要蹦蹦呆呆 像个小白兔似的跳过去 啊 怎么又是段落 往下面看一看 哦 还真的是新发现啊 跟着底下的提示走 用手摸一摸 按住潜行就慢慢来 哦 一步刚平一步又起 水帘都是我的落梦啊 不过还是有办法过去的 靠着边边走 一定要运用上二段跳 因为这么长的距离 还是保险点为主啊 试问答题 对这个地图是否满意 表姐都说话了 那我怎么感受不好呢 对吧 均匀的裤旁 保持速度就能自动往前 门窗又是什么操作 原来是想靠着 这一开一上的方式 慢慢出上终点 旋转跳跃 我不贴线 这里可不能出现 一点点的小失误 不然就更快一快了 这里怎么怪怪的 啊 我这小嘴太过光吧 哦 我再也不离flag了 只能重新来过 来到刚刚失败的地方 哪里跌倒了 就要从哪里站下 啊 差点又没了 慢慢来不着急 让我都找不到东西难摆 不行 我一定要打起精神了 就是这里了 有陷阱 每走一步就要调整 在上面窗户的方向 防止又给顶头 最后一下 终于上来了 嘿嘿 怎么还有这么长的路啊 有完没完啊 跳赶压板加窗户 只要跳动的窗户中间就能安全了 这表姐是怕我跳的实在太累 再给我一些小花眼养神吧 你看我这一下子就走神了 刚刚只是失误 这次玩一口气跳支持舒适圈 越简单的越容易出错 所以我们不能轻易懈怠 这里比之前的简单多了 我先加快三倍速快速通过吧 头也不回 关门阵也挡不住我 前面有彩蛋 在哪里啊 拉一下开关 只见一堆沙子掉下来 就这儿 我还以为有什么蛋蛋想力呢 表姐真好